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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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还给我准备了礼物 难不成把我当小孩了 冲儿 师父 你看 好不好看 谢谢师父 不过 这衣服还有这里的东西 都是师父给我准备的吗 我没有准备什么 如果你喜欢这里的一切都是你的 谢谢师父 师父真好 ôm儂 咱们 师父 我们今天是要吃鱼吗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鱼啊 你是想说 你饿了 我 先门中人不需要进食 你觉得饿了 是未惜吐纳之法的缘故 吐纳之法 是吸取天地灵气为己用 是一切法术的基础 不过 若因此摒弃天下之美食 倒有些可惜 你若喜欢吃鱼 下次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把手伸出来 我怕之后来不及教你 先将吐纳之法 传语 仅此一次 下不为例 嗯 你走神了 哦 师父 我好像真的感觉到有一阵温暖的溪流 顺着胳膊流入身体 好像真的没有那么饿了 那是天地灵气 已在你体内摆卖间游走 师父 这是哪里啊 好美啊 这是我的灵符幻境 哇 哇 师父 其实我想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 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谁 就已经想过很多种可能 可唯独 没有想过会遇到师父 师父 师父 你怎么突然停了 我说怎么没感觉了 我已经将吐纳之法交给你了 你只要勤加练习就好 虫子已经掌握吐纳之法了 感谢师父教导 杨州附近邪魔未除尽 我得去趟人间 你就在紫竹风上 练习图纳之法 师父 那我要做些什么吗 随意 随意 那就是什么都行了 rok父 神称 就是 横初 那就是 优优独播 你是谁啊 独角尊者门下沐浴 你可以叫我牧师叔 牧师叔好 难怪护教尊者执意要收你为徒 护教尊者肯定没来得及介绍 我是南华的首座弟子 新人常常由我来照拂 总之若你师父日后不得空 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来问我 牧师叔 我师父崇华尊者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为什么大家都很敬畏他 你不知道 崇华尊者是整个南华 是整个仙界数法最高的人 如今更是仙门唯一的金仙 早在几百年前 他还是云秋天尊弟子的时候 就已经名阳六界了 几百年 我师父这么了 怎么一点都看不出来 那是因为他早早地修得了仙谷 总之你这运气是多少人 羡慕都羡慕不来的 而且你师父在仙门 可是出了名的宠徒弟 我师父还有别的徒弟 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总之 你要好好珍惜你师父 悉心听他的教导 嗯 嗯 嗯 妙园 虫子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你妙园师姐 是都教尊者的弟子 往年 新上山的弟子 都是由他来训练的 虫子你就是护教尊者新收的徒弟 该不会又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草包吧 来 让师姐试试看你的本事 你可真是个好师姐 看人家师父不在就欺负人家 南华历届的仙徒都要经过层层考试 可我听说 他并非正式历练进来的 我只是好奇他的水准如何 我身为南华的大师姐 自然要试试每个新弟子的基础 真是丢脸 因为一个刚入门的小仙徒 就把师姐高兴成这样了 你敢这么和我说话 我可是都教的弟子 人间的公主 需要再提醒你吗 人间早已改朝换代 牛算是哪门子的公主啊 就算是 也只是一个千朝公主 你 够了 当着师弟师妹的面 大吵大闹成何体统 你 罚你自省三个时辰 都下去吧 崇华宫崇子拜见师姐 不知师姐如何成活 你就是崇子啊 师姐听说过我 护教尊者新收的徒弟叫崇子 这个名字 整个南华谁没听说过 真的吗 这么厉害 不敢当不敢当 我是天际风的烟珍珠 你别当我是师姐 叫我珍珠就行 刚才多谢师姐出手帮我 师姐真厉害 厉害什么呀 我就是南华的一个无名小卒 平时除了采采药 给人看看病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 采药 紫竹风后山 有很多奇珍异草 虽然我都不认识 但若是师姐喜欢的话 可以来我这儿采药 我也很久没有去过紫竹风了 如果你带我去的话 尊者一定不会多想 师父说过的 紫竹风上我随意 若是珍珠姐姐 认我这个朋友的话 随时都欢迎 我还是想叫你小虫子 好不好 行 不是小蚊子 就是小虫子 小虫子 苗圆 虫子毕竟是护教尊者的徒弟 又刚来南华 你身为大师姐 应该有大师姐的风范 不要处处针对于她 我没有 其实 我也不是针对她 只是她什么都不会就来南华 这不合规矩 若是收徒都这般随意 那南华以后成什么了 你只是不喜欢这个名字是不是 名字 名字也不是她自己起的 你为什么要对一个名字带有这么大的偏见呢 况且你自己也看到了 她什么都不会 你为什么要对一个凡人这么斤斤计较呢 好 牧师说 以后我尽量不对她带有偏见 可是在修行法术这方面 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 我怎么要求别人 就会怎么要求她 绝对不会因为她是一个凡人 就对她我开一面 我说不懂 姑娘 我这有新到的款式 可以看看啊 这个送给师父 她一定会喜欢 师父 师父 你怎么了 这药 这药都糊了 连这药炉一起丢了吧 这不是你给尊者的灵药吗 是给他徒弟的 徒弟 尊者又收徒弟了 师父 你别担心 你和尊者 行走人间那么久 不管他收什么样的徒弟 他心里一定有你的 他心里有谁 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谁又能看脱落殷凡的心呢 尊者来了 天雪 把这个扔了吧 要熬糊了 待会儿我再熬新的 不必为我费心 我来是有话想说 往后我要细心教导虫子 恐怕不能长同浊仙子 行走人间 罢了 你以后要带着虫子 恐怕 我们也不便再像往昔那样 况且 周遭这一块已经安全 近期也不会有魔族 再来纠缠百姓 确实如此 倒是你 都教他们没起疑心吗 你信不过我的法术吗 是我太过忧虑了 卓仙子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那女孩的容貌 只有你见过 你能不能替我 向仙门所有人保密 你竟然为了 她 罢了 你的事情 我什么时候拒绝过呢 师父 是我 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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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叔 你先别动 你脚受伤了 现在下着雨 你没办法走 还好 没伤到经过 怎么样 没根本 没伤到经过 Possess 手 èmes 不疼了就好 这么晚了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我想回紫竹峰 没想到这南华这么大 还下着雨 我就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看来你是迷路了 这样吧 我带你四处转转 来 从这里看南华 月色下别有一番风味 是啊 这儿真的是挺好看的 祖师殿 这里面挂了 师祖云秋天尊的画像 每一个新入门的生徒 都要来此击败 尊者可能 还没来得及带你来此 那 这里面是师父的师父吗 正是 那 我可以进去吗 你是尊者的入门弟子 自然是可以的 走吧 嗯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云秋天尊 虽然我没有见过您 但是您能教得出我师父 就一定是六界之中最厉害的人 我一定会跟着师父好好修习法术 继承一波 不会让您失望的 你这孩子还挺懂事 这是什么 这是天魔令 魔尊逆伦的令牌 云秋天尊斩杀逆伦之后 这令牌 自然就归属了南华 这 这是魔尊的东西啊 这东西可以号令整个魔族 那万一有人拿它做坏事怎么办 哪有这么简单 这么重要的东西 魔尊逆伦也害怕他被人偷了去使用 于是 在上面加了一道禁术 只有他自己的血 才可以唤醒这令牌 后来 他形神俱灭 无所顾忌 都教便将这令牌 放在这儿警醒后待地侧 如今想要唤醒这令牌 恐怕只有逆伦的血侵 才可以做得到 这大魔头 还有后代 还有血侵啊 自然是没有 卧师说 我们出去吧 怎么了 我 我害怕天魔令 为什么会这么心慌 一定是组织电台压抑了 是你 拜见独教尊者 你去过祖师殿了 是 我发觉天魔令有异动 所以就特地赶来查看 没想到碰见了你 这大晚上的 你不在紫竹风待着 跑到这祖师殿来做什么 我什么也没有做呀 也没有感觉到天魔令有什么波动 你胡说 天魔令好多年没有异动 你一进去就出了事情 你还敢说你什么都没有做 我只是给祖师殿上香 木制处也是在的 独教 是我带虫子来祖师殿的 我们只是给云秋天尊上了香 并未做补妥之事 你告诉我 接近洛英帆 究竟是什么目的 这您要问我师父才能知道 我只是去祭拜一下祖师 每个刚入门的弟子 都是可以进去的呀 只是祭拜祖师 尊者为何不信我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你还敢狡辩 你骗得过别人骗不过我 在这儿给我跪上一个时辰 独教尊者 可是崇子他并未做什么 再说连你一起跪 你为何要回 回不知 走吧 我们回宠花工 殷凡 我教训一个小弟子都不成吗 他有做错什么吗 你 师父 我刚来就给您添乱了 独教尊者说的话 你别放在心上 你没做错什么 是我该早些带你去 师父 我是不是给您丢脸了 你脚好些了吗 我脚好多了 多亏了牧师叔的照顾 来 我再帮你看看 师父怎么知道我脚受伤了 你的事我都知道 师父真厉害 什么都知道 行了 早点休息吧 师父 我害怕 你能不能陪陪我 等我睡着了您再走啊 不必害怕 你尽管睡吧 我陪着你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师父 嗯 珍珠可以来我们紫竹封上采药吗 谁你 我今天输给妙园师姐了 不妨 无妨 自从我爹走了以后 我很久没有这么安心过了 爹 娘 表录 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不要 婆 亲 奶 来 今 phải 寄 還 把 的 亏你还是我徒弟 你居然 帮着那个虫子说话 师父 徒儿知错 徒儿不该帮虫子说话 也不该 带他去祖师殿 何止祖师殿那么简单 那天魔令 不会无缘无故波动的 他身上一定有秘密 身为首座弟子 居然对他半分警惕之心都没有 你还纵容他放肆 可是师父 徒儿觉得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是不是师父多虑了 我现在啊 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啊 我总觉得 他身上有一种 让人感觉很不舒服的法术啊 沐浴 你来说说看 这个虫子 像不像死驱了的那个虫子 都叫你多心了 这个女孩身世清白并无不妥 这天机策所沾算的事 不会有错的 只是都叫虫子罢了 是师父多虑了 希望不是我多虑啊 这样吧 你去帮为师做一件事情 我去找你 母神 母神 既然魔尊确定是他 姐派人鲁兰 给他注入魔丹 让他成为我们的人就是了 为何还要大费周章 引他去南华 你别忘了 如今圣剑还在南华 我要他一副空壳有何用 是煞一焕的信 煞一焕按照指示 已经给他下了几重梦魇 迷惑其心智 纵然 有洛英凡施法护体 但他的根基不深 想来也发现不了自己 已经中了梦魔之术 岂游星海日月无星 一幕明星 莫顾净谁 怎么了 总觉得心有千头万绪 无法集中心神 那你先想想 自己上山是为了什么 如果我说 我上山是为了给父母报仇 师父 会不会对我失望 万般皆不适 方知我是我 人固有执着 但心中满是戾气和杂念 又如何心怀苍生 多谢师父教诲 徒儿谨记 以后啊 你若再感觉心神不宁 便默念着敬心咒口诀即可 那 师父又为何做先遵呀 对不起 是我多罪了 你这次 倒是耗血很多 这次 没什么 其实为师和你一样 修道 也不过是为了解惑 师父也有疑惑 是什么呀 道可渡仙 亦可沉默 道法人情 可否两全 这听着就好难的样子 崇儿帮不了师父了 也不一定 或许 你会是其中的关键呢 真的吗 那为了祝师父一臂之力 崇儿要好好休息 师父也慢些 反正 我们以后有很多时间 不要谈大 你只要平安跟在我身边 做自己就好 当然 不许偷懒 好 崇子 出力 你刚才做的所有动作都不对 重新做 崇子可能愚钝 可眼睛还是好的 我做的与旁人并无差别 沐桐 你过来 你和他过两整 告诉他 他到底错在了哪儿 怎么 怕了 现在认错还来得及 等一下 彼氏也得求个公平吧 沐桐有自己的法器 而他 只有这把木剑 你就是崇华尊者的徒弟 崇华公崇子拜见师兄 不知师兄怎么称呼 秦柯 秦师兄好 倒是比他多规矩 彼氏也得求个公平 秦柯 那可是你的法器 还不快接着 点到极止 不得伤人 嗯 啊 崇子 收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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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不是故意的 牧童他 没事 我知道 牧童受伤了 奸弃所伤 性命无碍 尊者 生徒之间切磋是常有的事情 可从来没有对师兄妹下手这么狠的 这虫子 未免下手也太狠心了些 这法器本不是虫子的 用不顺手也正常 从今以后 我亲自叫到虫子 走吧 我们回此处疯 没出现 师父 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跟师姐相处不来 但是有您教我的话 我就不怕落于人后了 你呀 收敛一下性子 别总是争强好胜 好 但也要记得 你是我徒弟 不需要看别人脸色 从现在开始 我亲自教你剑术 不会让你输给别人 谢谢师父 那现在便开始吧 师父 我都练了一天了 要不 明天吧 汤 涂拿一下 涂拿一下 走 我带你去个地方 岂有此理 第一次比试 就把牧桐给打伤了 师父 他是护教尊者的徒弟 徒儿也不能多说什么 杜教 师姐 弟子之间鄙视 有个小胜小腹在所难免 倘若他以前真的没有学过法术 来南华这几日便达到这个程度 倒是个可诉之才啊 心术不正 再大的本事也不能留 我是担心英凡 会被他这个徒弟给蒙骗了 我相信 护教尊者会有自己的判断 杜教 莫师叔 请客 你下去吧 妙缘留下 是 牟医 让你打听的消息怎么样了 回禀尊者 弟子去过扬州了 据文府所生的下人所言 这孩子 身世凄惨 虽然不是文府亲生骨肉 但从小到大 都长在文府 他真的是在人间长大的 千真万确 他这十八年间 从未离开过扬州 他养父死后 他被赶出了家门 剩下的家人也皆死于魔族之手 他走投无路之时 是尊者受他为弟子 绝非他人受益 据林里所言 虫子机密聪慧 热情侠义 绝非别有用心之人 不能掉以轻心哪 虫子机密聪慧 你平时 可到紫竹风上走动走动 一旦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立刻告知于我 以免再出什么事端 是 你记着 平日里 可流行观察一下虫子 师父 你是觉得 有什么问题吗 说不上来 我总感觉他身上 有一种法术的气息 而这种气息 又来得莫名其妙 我现在怀疑他的来历了 希望他不是魔族派来 接近阴凡的奸细 我明白了 师父 一生情若化为新宿 思念曾遗留 今生若擦肩而过 一眼曾看透 明月的奸细 命运若注定不休 又何惧执守 此心若自困为求 谁又能逃脱 忽然挥手 终究无处停留 纸盘光阴泥流 再入你眼眸 一生所求 一世相守 爱恨欲罢难求 天明捉弄 燃尽灯火 月光晃晃照我 往事漂泊 深情总千万种 此后岁月空从 离人何时相逢 天成旧梦 难了因果 离合悲欢辗转 情思纠缠 故人斩断 为人照目相伴 春来就忘 一朝风云消散 你在心盘 天成旧梦 感谢观看